择日不如撞日 这不是急降法啊 你们没有什么过下去的必要了 赶紧签吧 你去吧 谢谢 不客气 你看 这才是好男人 你再看看他 我说他这段时间怎么那么积极呢 搞了半天是因为他妈说 只要跟我生孩子 就给他降了一辆跑车 还杀不杀人 为了一辆跑车 就可以给身边天天在一起睡觉的人下药 做的是忍事吗 你给他吃什么药了 就生孩子的药啊 人家说这药特灵 促进排卵的 我想不就像维生素一样 不会有副作用吧 秦温宇你脑子有问题吧 什么来路不明的药你就敢给他吃啊 吃出点问题来怎么办啊 你可听见了是不是 都无法想象 他明天会不会又因为一个别的什么东西 就要了我的命 你就真做人那么一点底线都没有 别说的好像只有我心怀鬼态似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背着我跟我妈签那什么协议 只要你生了孩子就给你百分之二十的企业股份 是谁先不把谁当成看的 你把我当你老公吗 你这是把我当总公吗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你把我脸搞成这样了 你还没理 行了 你俩都好了 我每次劝你们俩离婚 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俩分不了 吵吵闹闹是你们俩的相处方式 你们俩现在真棒啊 互相算子 真棒 各位大哥大姐 择日不是撞日这不是吉降法啊 作为你们的朋友亲人律师 我实在觉得 你们没有什么过下去的必要了 赶紧签吧 到你了 他说得没错 这次我早就该签了 之前也签了八百多回了 来来回回就是没历程 都没见 这次我成全你 不耽误你 你少再给我装伟大啊 别以为我离不开你 你肯定要离得开我 一直以来离不开人的那个人 就是我 我知道 你们都觉得我蠢 觉得我笨 看过其我 不过这也是事实 谁让我有一个 事实都听好的大哥 有一个年年都拿先进的妹妹 我这种笨蛋 夹在你们俩中间 除了当陪衬 我还有什么用啊 大哥有骂爱 妹妹有霸虫 我又夹在中间 从小到大 我就连一句表扬的话都没听过 我不聪明 但我不是没努力过 我成绩不好 我就熬夜看书做题 结果呢 我用了吃奶的劲 从六分考到了五十六分 在你们眼里 我还是个不及格的废物 废物 废物你们知道吗 陈文宇你 行了 你不用在这儿可怜我 你们这些聪明 轻轻松松就把事办成了 个个都是人生赢家 我呢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亲爹嫌我笨 亲妈嫌我蠢 好容易找个漂亮老婆吧 在家常备离婚协议书 我也是个人我又自尊的好吗 你们这帮主角想要玩配菜我当 你想要个孩子我给你生出来 怎么了 能不能留下火炉把我当个人干 想不想 老公你别这么说呀老公 你别这么说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嫁给你的 你帅的样子我也见过 你傻的样子我也见过 你什么样我都见过 我爱你的 你什么样我都信我 你别那么说你自己 你在我心里可好了 真的可好了可好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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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知道我错了 我 就我这样 我还给你下药 我还想让你生孩子 万一生出来下药 我怎么办呀 那我也要 只要是跟你生过我都喜欢 我不要股份了 我只要你 我不要跑出来 我只要你 我只要你 老婆 对不起 放开这字 那我恨心